回到公正党老大安华的身上 第一他已经是不战而胜 那么其实他跟他的身旁的人 有没有释放信息说 他比较倾向于哪一个阵营 比如说在上一次2018年大选的时候 就比较明确他就同情 或者是比较倾向Rafizzi 而不是Azmin Ali 那么这一次 有没有一些这种讯息释放出来说 这一次他比较倾向Rafizzi 或者是比较倾向Sifuddin 有没有这些讯息出来呢 这一次他的位置都很中立 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办法去讲怎样倾向谁 原因是这一些 比如说Sifuddin在上一届当选 他就是跟Rafizzi在一起 而且还是在之前那一届他还是带着 Sifuddin还带着Rafizzi和Murisa成为一个团队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争线 所以安华也没有必要说他自己要倾向谁 他之所以要尽早做这个党选 假设他要倾向要有一个团队的话 他不需要现在做党选 他基本上他委任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冒险做这个党选 就是要在大选前重新整顿好党类的领导层 因为已经跑掉很多 包括最高李适也有一些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太担心哪一个阵线 而他只是要尽快通过这个民主机制 让这个党有一个新领导层是solid的 就是不是那种没有人已经调调了 我就要委任一个人做 没有那个民意基础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看我们的妇女组主席和属里两个都走了 然后青年团的团长有在属里又跑了 所以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他没有办法合理化一个领导层 所以他是基于这个原因要加快 因为如果你再拖的话 到时再靠近大选就更难 所以现在他基本上也没有说 你看他根本都没有去哪里站台 没有什么话 就也没有发表什么东西 现在就几乎每一天就在他的家 做Daskira咯 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支持谁 他也很难 那么当然 罗友尔沙也没有竞选 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很直接参与这个党选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 那么刚才你提到了 你自己本身是相当后期才决定加入 那么决定加入的原因 就是因为看到有这个领导层 领导的那个真空 因为Azmin的那一批11个人离开之后 就出现了这个真空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党选你说 没有像上次2018年这么激烈 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是很明显的 是有这个两大阵营 OK就是Rafisi的这个阵营 还有Azmin Ali的这个阵营 然后在那个时候 还是执政 然后老马明显是倾向支持Azmin阵营 然后安华虽然没有讲出来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都是倾向Rafisi 所以这一次先问你第一道问题 是不是出现两个不同的阵营 一个是Rafisi的阵营 当然你不属于Rafisi的这个阵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现任总秘书 Rafisi的阵营 那么大家都觉得你就是Rafisi的人 因为竞选17个你刚才讲17个竞选 副主席 那么华裔原本有三个 后来一个他撤出主胡的退选 那么这是下两个 一个是Pilizo Tanjo Malim的国会议员 也是现任受委的副主席郑立康 那么另外一名就是阿罗莎的国会员 所以就是你明凯 所以两个人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阵营 那么实际上真的有这两个不同的阵营吗 就是R阵营Rafisi阵营跟S阵营 Sifudin Nasotian的阵营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是不是属于那个阵营的人 这一次来讲只是因为鼠里有两个候选人 但是如果讲阵营来讲 Rafisi那个会比较明显 意思就是他从A到Jack排出来 他的属里他四个副主席的候选人 以及青年团的两个 以及副女组的本来一个 现在他提到三个 包括副主席 副女组的副主席他也有放一个人 所以其实在提名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很明显上一次这样两个阵营 A到Jack排到完他们的人是没有的 所以这一次 处理有两个候选人 但是Rafisi的阵营 现在这一次的不同是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无论谁出来参与这个党选 被选到或者没有被选到 你被选到或者跟你同个团队 或者所谓同样阵营的人 被选到也好 或者没有选到也好 大家都要接受最终被选到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一个团队 那么在这种精神底下其实已经 真的是百花齐放 因为如果你有两个阵营的话 副主席不可能出 出现到17个人这么多 因为只有四个位置 假设你真的是两个阵营在打 甚至三个阵营在打 也最多不是12个 怎么会跑到17个出来 就是大家都各自有兴趣的都可以出来 那么 即使Rafisi的团队也好 好像有一些副主席的候选人 是亲他的 但是他的副主席的候选人 亲他的那个 他的阵营的已经超过四个都有 第五第六都有 那么有一些副主席的候选人 在上一次党选的时候 是他的拍戏 就是Rafisi的拍戏也有 所以这一次会比较 我们讲比较 你看起来比较混乱 但也比较open一点 有试过一些campaign的过程 去党员见面的过程 我甚至有出席过一些 他也是超过四个副主席候选人 都在那边 五个在那边 你不要投谁 这里四个有一个没有的投 但是大家接受 接受那个结果 所以就会比较 我们讲说 比较open的方式 所以严格来讲 Rafisi的拍戏会比较明显 因为他自己也声称是一个团队 但是Safuti这边 在一般的那个campaign过程中 没有特别的去 mention 谁是这个拍戏 所以当天有来到的候选人是谁 就大家也介绍咯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我自然会被列为非Rafisi拍戏 就是这个 所谓的Safuti的拍戏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有一种吊腔的情况就是 假设我们真的是放一个 四个副主席的位置的话 那么今天有谁可以讲得出 谁是Safuti的拍戏吗 其实讲不出啊 因为我们去campaign的时候 Farmy有在他也介绍他一下 Sam Samson有在他也介绍他一下 Abdullasani有在他也介绍他一下 然后我有在的话也介绍一下 然后那个两个印度的候选人来到 他们也介绍一下 基本上都over quota了嘛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去竞选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 但是如果回答你的问题 有没有拍戏的话 我觉得Safuti这边比较明显 有 Safuti这边并没有很明显的有 但是基本的公司是大家都接受 接下来的结果是如何 我觉得听到这个阶段 应该是很不错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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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